郭台铭写汉工厂研究8,始终滥用实习生当黑工,看大学生做卧底解密富士康十三连跳,6月06,2019,10年富士康发生13位员工跳楼后,14个学生到富士康当卧底,发现魔鬼是管理,工人如奴隶,连想喝水上厕所都要先向县长拿一张离港证,慢一点就会被管理人员责骂,其讯话包括你不知道,我一巴掌乖过去,简直不是东西,人渣,等威胁,侮辱性的语句,本文介绍的研究出处为富士康十三连跳解密大学线,此外, 富士康其实拥有庞大的实习学生大军,他们大都来自职业技术学校,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博士生阿里,化名,发现,富士康大规模滥用实习学生,调研组的报告指出,在深圳富士康的部分生产线,学生工的比例高达50%,也有职业中介对调研组表示,在昆山富士康厂区,6万名员工中有一万名是学生,学生工在劳动强度,从事工种,加班时间等方面与正式员工无异,但待遇却相差甚远,对于正式员工,富士康需要签订 劳动合同并为其购买保险,但几乎所有受访的学生工都表示,富士康并未为自己购买保险,生病后的医药费都要自己承担,根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规定,在校学生以学生身份进入单位工作属于实习,双方建立的不是劳动契约关系,雇主无需为他们购买保险,但在这种既无工伤保险也无社会保险的情况下,一旦学生工在实习期间发生工伤意外,根本完全没有保障,此外,部分实习生表示有主管指他们工作效率低所以没有加班费,但根据 教育部的规定,学生每天实习工作不得超过8小时,也不得安排学生加班,因此,无论有否支付加班费,富士康都涉嫌违反国家的相关规定,请注意,这是2010年的调查报告,但富士康到什么时候才没有持续违法侵害学生权利呢?我们来看新闻报道,2012年12月16日法国媒体采访富士康工厂确认非法雇用实习生的传闻,法广法国电视台记者秘密采访了位于河南郑州生产iPhone第五款手机的富士康工厂的年轻员工,其中有两位年轻 的女员工向记者表示她们是一所互校的未成年的学生,校方强迫她们到与她们的专业毫无关联的富士康工厂实习,威胁她们否则将不能拿到毕业证书,她们在富士康被迫加班加点的工作,甚至还被迫违反实习合同上夜班,省略号 2013年10月11日,富士康承认其烟台工厂实习生做法违规BBC News中文HTTPS,www.bbc.com,zhongwen,Tread,Business,131011EconomyFoxConstudents电子产品代工制造商富士康承认,其烟台工厂用大学实习生做劳工违反了该公司规定 2017年7月21日,沈阳一高校被指强制学生到富士康实习学校深夜致歉凤凰资讯news.ifan.com 大陆原标题,沈阳城市建设学院就赴烟台暑期教学实习一式深夜致歉中清线上沈阳7月21日电,中国青年报,中清线上记者王晨行停21日凌晨,沈阳城市建设学院在其官方微博,该声明中写道,近日,网路媒体上出现了沈阳城市建设学院强制要求学生暑期到富士康,烟台,科技工业园实习,实习工厂 2017年11月23日,河南富士康工厂紧急叫停实习生超长加班 BBC News中文BBC.com英国金融时报早前报道,鸿海科技集团旗下的富士康为美国苹果公司生产iPhone的工厂里,有当时习生的学生每天工作11小时,违反中国相关的 可见,富士康对学生实习生加班和上夜班的情况不但知情却也要持续地滥用 从2010被踢爆以来,地方学校不断地把学生送入富士康赴死坑 就算富士康不断地承认滥用实习生做法违规,但富士康就是死也不改 有这样压迫学生打黑工的学校与富士康然后依以贯之,但中国政府却对不断违法的富士康无能为力 此外学生还发现,除了滥用实习学生外,一般工人工作时间都过长 调研报告指出,83%的受访工人表示每月的休息时间不多于4天 73.3%的工人每日平均工作时间在10小时或以上 工人每月平均加班时间达到惊人的83.2小时 比劳动法中每月加班不得超过36小时的上限高出231% 劳动法和职业病防治法中规定,要对从事有职业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但在富士康工作16年之久的张厚菲表示,他从事电镀工作,长期接触签、涅、情化物等有毒有害物质 公司却从未依法为他进行健康检查,工人周末也要工作 但史俊霞向记者表示,富士康已调休未明,克扣工人的加班工资 根据内地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雇主需向在周末休息日加班的工人支付双倍的工资 但富士康利用其中的灰色地带,将工人周末的休息日调整为在正常工作日休息 于是工人周末的加班就变成了弥补原本的工作,所以他们在周末工作却没有加班费 富士康利用所谓的调休手段,逃避了向工人支付双倍的加班费 我非常怀疑为什么富士康能不断侵害学生权利却能继续被忽视 对中国大陆政府来说,究竟是学生与劳工的权利重要,还是郭台铭的企业利益重要? 显然中共已经做出了决定 在报告的结尾提到是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黄德北的发言,我们关注富士康事件,不仅出于学者的良知 更主要在于,我们意识到作为世界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的生产管理制度一旦扩散开来 不单是代工企业工人的悲剧,也是全球工人的悲剧 目前来说,富士康预备要迁场到东南亚或印度,我觉得黄德北说得很对 富士康的生产管理制度一旦扩散开来,不单是代工企业工人的悲剧,也是全球工人的悲剧 Blackjack 二零